雖然說塔利班組織已經掌控了阿富汗的局勢 但是在首都喀布爾北方的 龐吉夏河谷 目前還是有已故的阿富汗民族英雄 老馬蘇德的兒子 馬蘇德率領著全國反抗陣線來死守 馬蘇德也強調 不會向塔利班投降 更警告塔利班不要想入侵 否則內戰將無法避免 聲稱卡吉塞軍裝 行走在距離首都喀布爾北邊 一百五十公里的龐吉夏河谷 接受軍事訓練 這些就是馬蘇德所領導的阿富汗 全國反抗陣線的部隊 也是阿富汗目前抵抗 塔利班統治的最後據點 全國反抗陣線領導人馬蘇德 日前接受路特社電訪時強調 他所領導的部隊 絕不會向塔利班投降 也隨時準備反擊塔利班的攻勢 現年三十二歲的馬蘇德是已故阿富汗民族英雄 老馬蘇德的兒子 龐吉夏支持老馬蘇德 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一 恐攻的前兩天遭蓋達組織暗殺身亡 當年在老馬蘇德的領導 以及龐吉夏河谷 在新都庫什山的天然屏障下 成功抵抗了一九八零年代 蘇聯的入侵 以及一九九零年代塔利班的掌控 小馬蘇德在訪問時 呼籲塔利班組成多元 具有代表性的聯合政府 也表示願意跟塔利班談判 避免全面內戰 全國反抗陣線主要是由之前對抗塔利班的北方聯盟 手組成成員大多來自塔吉克 目前又加入阿富汗殘餘的政府軍 以及副總統沙磊的勢力 總計約數千人 但沒有國際援助 塔利班宣稱以掌控 並包圍了進入龐吉夏河谷周邊的三個地區 馬蘇德呼籲美國提供他們軍火與彈藥 期盼繼續得到來自華府的支持 多名專家分析 以目前全國反抗陣線的戰力 應該能抵抗塔利班幾個月的攻擊 公主新聞 靳遠請編譯